西汉原地建造三年,西域都护甘岩寿与副校尉陈汤率军远征中亚,剿灭北匈奴致之禅羽。 他们联合了西域各国的军队长途摆设到达康居境内,逼近致之城。 在都赖河畔,距城堡三里处安盈布镇。 三里这是一个缓冲区,目的是先查敌情后发之人。 于是,陈汤与甘岩寿携手登上一个小土坡,急目远望。 但见这是一座三重城,内城是土城,外城则是由两层木墙构筑筑的加强防御攻势。 城楼上一眼望去尽是五色惊奇,临风招战。 另外,还有兵士数百人一律顶盔冠甲排列城统。 城下则有数百骑士往来飞驰,然后城门两边也有百余名的奇怪步兵,布成了一个奇怪的阵势,一边缓话一边操演。 同时,城上的守军也很热闹,他们兴高采烈地朝汉军招着手,用生硬的汉话大喊,逗来,逗来。 然而汉军并没有去逗来。 我们前面就说过,陈汤在战术上是一个持重的指挥官,该严重更是一个指挥战术都讲求稳重的人。 如今,匈奴军手背严密,阵法奇怪,在尚未摸清楚其中门道之前,最好还是不要贸然攻击。 不如先扎纹,阵脚,以不变硬万变。 在城下往来持咒的匈奴骑兵见汉军不敢斗来,便呼啸着朝汉营急速冲来。 然而汉军早又戒备,所有强奴早已拉满外职,严阵以待。 匈奴骑兵冲到镜前一看,妈呀,这么多阴森森的铁箭头,吓得掉头就跑,看来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。 这下汉军可以逗来了,于是所有弓奴兵出营,缓步向前推进,并放出了第一轮飞剑。 匈奴骑兵只顾逃命不敢还击,在丢下数十具尸体后,竟又一溜烟撤回城中。 而城门口那些奇怪步兵却还不怕死,刷刷刷踏着整齐的步子就往前冲。 趁着这个间隙,让我们与陈汤甘银兽一起,来好好研究一下这支奇怪的步兵队伍与他们的奇怪阵性。 在汉述的记载中,关于这支奇怪步兵只有一句话,步兵百余人,加门于临阵,讲习用兵。 然而,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,引起了后人毒使者的无限猜测,瑕思乃至意义。 因为从任何史书的记载来看,匈奴人向来都是使用轻骑兵作战,从来没有使用过步兵。 而且这支步兵还结成了规整的密集方阵,这不是他们的作风,显然这些步兵不是匈奴人。 那么,这些步兵不是匈奴人会是什么人呢? 于是就有些善于联想的历史专家,从于林镇三个字着手,推测他们是罗马人。 也就是说,早在两千多年前,汉朝与罗马,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,就在中亚这片草原上有过交锋的记录。 这无异于一个石破天津的发现,所谓榆镇正如其名,即对形一层一层如榆状密集排列。 这种密不透风的乌龟镇的确像是罗马步兵的特色,但光这一点就说他们来自遥远的罗马恐怕无端。 然而,这些历史专家们并不罢休,他们很快就在今天甘肃永昌找到了一座黎轩城,中国古籍曾称罗马为黎轩与黎轩音记。 所以,据此断定,这座黎轩城就是陈汤在宫破制之后,汉朝安置这些罗马战俘的地方。 然后,又有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古罗马人的遗物与墓葬,还发现了不少闭眼金发的古罗马人的后裔。 专家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段约十米长,一米高的S型土城墙,并认定这就是当年黎轩古城的城墙遗迹。 这现存的断壁残垣便成为了古罗马失踪军团定居中国的有利证据。 用两层墓墙加固土城,以加强防御正式罗马军队,独有原作战手段之一。 这可就牛逼大法了,一下子把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交汇点提前一千多年,马可波罗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,历史大发现呀。 于是各国媒体开始大狂欢,总之一通炒作,后来又有很多作家们也掺和了进来,又是写小说,又是编电视剧本, 甚至中央台还拍了个纪录片叫《消失的军团》,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。 再后来,武打巨星成龙还巨子拍了一部贺岁大片《天降雄狮》,著名国曼秦史明月中,某些情节也从中多有借鉴。 这下子可热闹了,永昌县里顿时大兴土木,建起大量半土半洋的古罗马建筑。 据说还有一些长相欧化的永昌人竟穿上了戏装一样的古罗马战士服, 组织起古罗马军团到各地去表演,村民们甚至信誓单单说自己是欧洲人,正准备回意大力寻根呢。 不过很可惜,这些历史专家们并没有把史书读透。 汉书的后文明确记载,陈汤将智之城的所有战俘都赠给了西域驻王为奴,并没有将他安置在汉朝境内。 而且根据汉浅的记载,这座所谓的离军城,其实早在神诀二年之前,就已经作为一个地名存在,说他跟智之之战有关,未免太过牵强。 然后,这些历史专家的另一个假猜也十分搞笑,原来在公元前五四年,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叙利亚总督克拉苏,曾率领四万罗马步兵远征安息,却在卡莱之战中被不足两万的安息骑兵打得全军覆没。 克拉苏也被俘,随后被杀,有一种传言说,这位血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死得很惨,是被敌人用融化的金叶灌入他的口中活活烫死的。 前一段时间大火的美剧《权力的游戏》里,罗姆的哥哥也是被游牧民族这样处死的,其灵感大概就是来自这个桥段。 而根据记载,在最后的突围中有少量罗马士兵逃了出来,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假设,也许有些罗马士兵最后流落到康居,当了智之的雇佣军。 果然很搞笑,陈塘攻打智之发生在公元前36年,距离卡莱战役近20年,这些罗马兵就算活着,而且还逃到了康居,那么他们至少也有40岁。 与古代人的寿命40岁已经是老人家了,至枝还要他们干嘛,这显然是异议。 2006年以来,兰州大学谢晓东教授等承担河西走廊离轩人群体遗体研究,经过DNA顺序,研究发现,今天甘肃永昌那些所谓金发碧眼的村民, 其实是古代西域驻国印欧人种与北方汉人的侯仪,铁铁的亚洲人,并非什么南欧来的,这个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专家与各种媒体的集体意义,终于不攻自破。 所以,现在事实很清楚了,所谓林轩城,也就是河西的中亚移民所建的城坝了,那些古罗马遗物,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队,贸以得来,没啥好大惊小怪。 至于李轩因为亚历山大之转因,当年希腊、亚历山大大帝曾远征中亚,在中亚建了很多亚历山大城,这座李轩城应是移民们怀念故乡索取,城墙当然也就是学习了罗马人的技术。 其实,匈奴与西域的部落中也有较离汉的,意思是想必也差不多,而这个所谓的榆林镇或许真是从罗马传到安息,再传到康居,再由置之借用的,总之这些步兵绝非罗马人。 好,那现在就暂且搁置其他争议,先假设这个榆林镇确实是罗马方镇。 那么当时陈汤所看到的,应该是这样一幅情景。 匈奴的百余名罗马步兵分为若干牌,严防严密。 外侧的士兵举起长长的盾牌掩护四周,中间的士兵则把盾牌举向天空,层层叠裂,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乌龟阵,然后用伸出盾牌的标枪杀敌。 等到进攻的时候则以乌龟阵缓缓推进,等推进到距离30米左右的地方,便以龟壳为掩护。 第二排投射标枪,然后开始冲锋,接着后排士兵再次投射标枪,等标枪全部投完,正好接近敌人。 这时便立即转入纯粹步兵作战,将双刃短剑从盾牌戒击中刺出,以贴身攻击。 罗马方镇在步兵之中的确是极强的阵型,所以他们在欧洲所向披靡,但到了兵种丰富的亚洲,他们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 首先,这个时候亚洲已经进入骑兵时代,骑兵快速的机动性正是这个移动缓慢密集方阵的克星。 另外,无论是匈奴人安息人的复合弓,还是汉军所用的连发戒弩,其射程与射速都远照罗马人的标枪。 有些强攻戒弩甚至可以轻易洞穿罗马人的木制盾牌,把罗马士兵的手钉在盾盘上,甚至直接射杀罗马士兵。 这也就是克拉苏四万罗马步兵被两万安息骑兵打得全军覆没的原因。 总之,罗马人的败往并不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,而是军事科技的全面弱后。 他们打不过安息人,也打不过匈奴人,当然更打不过汉军。 他们所使用的熟铁短剑是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就淘汰的落后武器。 汉军如今使用的是铁制长戟与还手长刀,再配合强攻进弩,可以轻松打飞这个罗马方阵。 于是,匈奴人老实了,他们全部龟缩进制之城,这样一来接下去的仗就很好打了。 别忘了,汉人从战国时代起就是攻城战的行家。 此外,西域驻国也大多是城邦国家,他们对于攻城都不陌生。 伺势者有关于散播剧场上。 用电子 Joel's回迎 слова。 优优独播剧场&计划eno。 deterior Religion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